要在香港喝杯咖啡的確不困難 不過要找一個既有歐陸風情 又充滿東南亞情調的地方喝杯咖啡 就真的不容易了 歡迎來到紹興遊記 我是燕文英 今集我會和大家來到石澳 準備迎接2018年夏天的尾聲 《石澳》位於香港島的東南區 澳在漢字入面有港灣的意思 石澳意思是否指一個充斥著巨型岩石的港灣 又有人說這裏之所以叫石澳 是因為在歷史上這裏曾經有過採石研 的確上世紀的90年代 石澳就曾經有過石礦場用來開採岩石 要去石澳 可以先去到港鐵的沙基灣站A3出口 然後乘搭9號巴士 一直坐到石澳總站 第一個來迎接我們的就是這一座兩層高 又充滿了西方特色的巴士總站 這個巴士總站大約在1950年落成 原本屬於中華巴士公司 2009年被香港政府列為三級歷史建築 當年這棟建築除了在巴士總站 也是員工的宿舍 尼斯本? 雅典? 還是法羅倫斯? 全部都不是 這裏是石澳村 遊走在一棟棟色彩鮮明的房屋之間 一角不留神 真是以為自己離開了這片中華大地 置身於另一個陌生的世界 雖然雲英都不知道 為什麼這裏的住屋 會用這一種的顏色和設計 但是很明顯 這一類塗上異國色彩的房屋 加上不同的盆栽植物 為石澳增添了一分的古典 更多的寧靜 至於風景移人 遠備市區 亦是石澳的賣點之一 這一點 亦令到不少小說 流行歌 甚至電影 以石澳作為背景 譬如周星馳的電影喜劇之王 無論是這座天候古廟 還是石澳健康園 還是石澳健康園 都在電影入面出現過 當然更加不少得的 就是這棵在健康園旁邊的定情樹 至於這座天候古廟 亦都很有歷史 裡面除了保存不少傳統的壁畫之外 亦都有一塊清朝光水十七年的牌匾 這間已經超過六十年歷史的熊記士多 不要看它的招牌和門面好像很普通 好像已經很有歷史 其實它的來頭絕對不簡單 很多來石澳做事的傳媒人 影視界的朋友 都必定會來熊記士多 試一下它的牛腩面 據說周星馳早年來拍戲的時候 每天都要來吃一碗 吃到這間熊記士多的牛腩面 都被人叫做周星馳牛腩面 認真不簡單 但是它的牛腩面又有什麼秘密呢 現在熊記的老闆已經是第二代 他一直堅持著他爸爸處理牛腩的方法 就是每天先用南乳和麵士醬炒香的牛腩 然後再燜煮兩個多小時 直至牛腩變得又香又軟 好,我都不說了 馬上試一口 先看看 站在石澳的海邊 面對著太平洋 好像和世界的距離又近了一點 文英覺得香港 這個國際都會的地位 彷彿來得更加實在 石澳潛灘 不單止風景優美 而且設有小食店和燒烤場 絕對適合靜態的你 如果你是一個好動的人 又可以來這裡游泳和爬石 至於石澳後灘 真是很適合文學人 藝術人來這裡拿靈感 既有陰柔軟弱的莊園大屋 可以讓你私人讀潮水 又有充滿波蘭壯符的大海巨石 令你屈滿的心情一掃而空 所以這裡既可以入詩 又可以入話 由市區來到石澳 彷彿就好像擺脫了很多 陳勢的責任和煩惱 看著這一片自然的景色 聽到海浪的吶喊 繁亂的絲水 不知不覺就得到洗滴 變得長和 遊走在這個既有歐陸風情 又結合著傳統藝術的地方 處處都刺激著文藝青年的靈感 就讓我們帶著這一口自然的氣息 懷著振作的心情 繼續迎接每天的挑戰 好,謝謝